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卖到17000元以上 但现在有最新消息称 国行版的售价可能不会那么低 14999元的可能性要更高一些 而且该机的备货量也是非常的保守 针对国内市场大概在10万台左右 所以即便是卖14999元 想要买到一台也并非一件意识 另外关于5G手机的价格 此前有分析师表示 到了2020年5G手机的价格有往下谈至2000元以下 现在有业内人士也是提出了质疑 在整体供应链都还不够成熟的情况下 要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出现高达80%的下谈幅度 着实有待商圈 那么作为消费者你觉得这可能吗 按照计划 小米将于明天在北京水利坊召开新米发布会 正式发布重新设计的小米9小米CC系列手机 现在基本可以确定是 小米CC将会采用前置3200万像素的自拍镜头 后置则是一组4800万像素的超清三摄 处理器或将采用骁龙7系主打自拍 号称专为女性用户定制 整个系列包含有小米CC9E小米CC9和小米CC9美图定制版等多款机型 现在关于小米CC9和小米CC9美图定制版的价格 有网友放出了一些较为劲爆的消息 从曝光的截图来看小米CC9的价格 后将定在2499元 小米CC9美图定制版则是要高达2999元 这样来看推测小米CC9E就有网定在1999元了 但是目前这些价格都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 所以也不排除是小米故意放出烟雾弹拉预期的可能性 但话又说回来如果这就是最终售价 你觉得小米CC系列是要凉还是要沉呢 关于尚未发布的联想Z6 相信大家都已经比较了解了 综合这段时间长城放出的消息来看 联想Z6正面将配备一块6.39英寸水滴造型的质彩激光屏 搭载骁龙730AIE处理器前置1600万 后置则是一组2400万加500万加800万像素的AI三摄 其中主摄像头选择了索尼达Max 576传感器 支持2400万像素支出 拍摄的照片据说可以直接打印2米高的巨幅海报 今天联想正式放出了一张联想Z6的手机圈大学录取通知书 图中明确表示新机将于7月4日11点30分正式发布 而且还会有一个正式的仪式 那么问题来了 对于这样一款手机你觉得卖1000级比较合适呢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三星在2012年曾推出过一款名叫Galaxy Beam的手机 该机最大的特点就是其顶部设计有一个微型的投影仪 可以将手机上的内容投射成影像 亮度达到15流明 成像大小可以达到50英寸宽 可比较尴尬的是这手机在当时发布后并没有掀起什么波澜 销量也是非常惨淡 现在又有一项关于三星投影的专利曝光出来 专利展示了一种新型的便携式投影仪 可以放在桌子上或者轻松的固定在墙上 同时可以通过手机电脑以及可穿戴设备等进行控制 投射你想要的画面 目前尚不清楚该专利所展示的设备最终会以何种形式呈现出来 所以你会对这种便携式的投影仪感兴趣吗 最近关于新iPhone的消息越来越多 此前的消息表示 今年的iPhone 11和iPhone 11 Max会采用欲霸造型的后置三摄 iPhone XR的升级版则是会用上后置的双摄像头 整机除了在摄像头造型上变化比较明显之外 基本没有多大的外观调整 现在产业链突然又传出一条令人比较吃惊的消息 消息称为了提升iPhone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 苹果正准备一款加入了屏幕指纹识别方案的新iPhone 同时可能会取消现有的Face ID 以实现更为全面的全面屏设计来满足中国用户的喜好 消息中提到苹果这秘密与高通方面进行接洽 计划为iPhone用上类似三星S10系列中所采用的超声波屏幕指纹识别 当然也不排除未来苹果会推出同时保留Face ID和屏幕指纹两种方案的iPhone 那么你期待苹果在iPhone中用上屏幕指纹吗 6月29日有网友在微博上对比了小米CC9 Memoji猛拍表情和苹果的Memoji表情 随后很快引发了网络上的热议 昨晚深夜小米公司紧急发表声明 声明中小米方面表示第一时间在公司内部进行了严格的自查自审 确信Memoji猛拍形象没有对其他友商包括苹果进行任何抄袭 同时小米还严肃地表示如果能证明小米确实有抄袭行为 小米将公开道歉严肃处理包括但不限于辞退相关责任人 如果无法证明对恶意造谣者幕后黑手以及不负责任的恶意传播者 将通过司法途径将其法律责任追究到底 很明显这一次是真的把小米给惹怒了 有网友表示这都是有人根据小米Memoji表情的样子 使用iPhone里的Memoji表情素材刻意拼凑出来相似的形象 营造出小米抄袭的假象 至于Memoji和Memoji在名字上的神童部 小米公关经理徐杰云泽表示 小米2018年5月就发布了初代米萌在当时就叫Memoji了 而苹果是在2018年6月5日才革命 而且两款产品逻辑差距巨大 但其实词源都是来自Emoji日文绘文字的罗马自评法 那么针对这事各位网友你们怎么看呢 好了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淘宝搜索关键词 微角新选手机好备见等你来聊 当然也别忘了扫码关注微角的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更有趣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